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现代侠女 就是要见义勇为 排队不管是排厕所啦 上车啦 前面那个人如果没有照好好的排 你就会这样指到他前面 排队到后面 好对啊 好对啊 作为一个合法庚民 每个人带我一个人家 跟行警合作 臥底空间破摇头店 我也确认好了 要也有 然后要喝什么都有 那他跟我讲说 就是五四三二一 他们就冲上来了 后来已经准备要准备 那个时候你知道店里发生什么事情吗 朋友被卖身不过安危 混入酒家救人 我想要进去 看我朋友有没有在哪里 他不让我进去 那我会说 那可不可以去我厕所 那他厕所 那厕所厕所那你租走 我就应该会下一个 我 有个休息的事 我就进去一厕 那门马开进去 看看 你和我一顶 你最好 那你可能就行 我一顶 你可能就算了 你呗 你 那你 我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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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一顶 你 你 我一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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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国中毕业我就一直不想读书 我就一直想要为家赚钱 那以前我们去南部做秀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档都是 一个档期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都是住在饭店 那有一天呢 我朋友就打电话到饭店给我 我同学啊 就打电话到饭店给我 那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有你知道除了我家的人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饭店的电话会响 我就拿起来 我说喂 他说因为我本名叫杨秋慧 杨秋慧你快来救我啦 我某某某 我说救你 你怎么了吗 他说我被我妈妈卖到酒家来了 我说什么你在开玩笑吧 这不可能 这种情节就在电视上有吧 我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不可能吧 他说真的真的 我告诉你 我妈妈现在要帮我化妆 晚上就要带我去酒家 某某某酒家 我说你说真的假的 他说有有 昨天那个阿姨就拿了一张支票来 然后就是他把他卖生气嘛 就是卖给那个酒家这样子 我说好没关系没关系 那你那个地址给我 他就把那个地址给我 我就超好 就把那个酒家那个电话都超好 我说你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 那我去做什么公路局回北好了 那我再去找你这样 然后我说你电话挂掉 你先不要哭 你这样哭你妈妈就会知道 你不愿意就会有提防心 你还是要高高兴开心一点 他说好我等你 我的女人一定要来 你不能骗我 我说不会不会 我绝对不会骗你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那个后台 给我们那个歌厅的后台主任说 对不起我肚子突然好痛 我突然间就上吐下线 可不可以找一个人帮我代班 因为那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小歌星 唱开场的我们又没有去 说实话也没差 你又不是什么大牌 不是主秀 不是主秀 我们是很好瞧 我说对不起我肚子好痛 我要去看医生 今天晚上可能我不能上台 那我就找一个帮你代班 好 那我就赶快要带简单的细软 我就带了钱 我就去那个车站 然后我就坐公路局 我就到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一下车 我还要找 他找找我想说 那时候我到的时候 大概已经快要八点了 七八点 因为天很黑了 哇那时候霓虹灯很闪烁 我第一次去酒家那个地方 那我想说 我这样子去 而且我有化妆啊 那我去我要讲什么呢 我就想说 啊管他先上去 我就上去那个 这样好危险 对啊 那时候就说 诶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要来应征 我怎么讲 直接讲说 我要找某某某 那这样不就是 对吗 我说 我要来应征 他说 你要来应征哦 那麻烦你那里面 坐一下 他就叫他们经理过来 他说你几岁 我说 我还没满十七 他说这样不行 你还没成年 那你有没有 那个父母亲 有没有同意什么之类的 我说没有 那要父母亲同意哦 我爸爸是有同意 你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 看一下你们的环境 他说不行 你要你爸爸妈妈同意 你才能进去 我想说进去去巡逻一下 看我朋友 躲在哪里 他要不要我进去 我怎么去跟我朋友联络 这样子 那我就说 那可不可以去我厕所 因为我从南部来的 我尿好急 我又没有吃饭 我就不意装很可怜 他说厕所 厕所那里直走 那我就进去 我就随便乱闯 乱闯 我就瞄一下 有个休息室 他们那个 好像那个酒家上班的小姐 都有布丁的休息室 那有那化妆间啊 有那化妆台 我就进去一瞄 那我门马上开进去 就看我同学 那我同学就这样 我同学很开心 看到我 因为他坐在椅子嘛 那旁边他妈妈不在 是有一个就老老的 就像妈妈嫂这样 那我这样 我傻傻的就把门推开 头一进去 那我同学看到我就这样 那我说 我就趕快 跑啊 因为我不能让他看到我 好像认识我 因为我朋友他也不会演戏啊 那他那我说很开心 就这样 就很开心 我就 我就趕快掉头 我就趕快跑跑跑跑 跑到我家 我说谢谢谢谢 我明天再带我爸爸来 因为我就假装我尿尿尿完了 我就跟他讲 我明天再带我爸爸来 我就跟他跑跑跑 跑到楼下 然后旁边又拿到巷子 我躲在巷子里面 我想说我同学应该没有那么呆 他应该会下来看到我吧 他应该会下来找我啊 后来我就等等等 等了大概20分钟 他都没有下来 那我又不能再上去 上去那之后 你就未成年 你又上来干嘛 那又没有行动电话 那我又不知道 他这里面叫什么花名 我怎么找他 我就一直蹲在那边说 怎么办怎么办 好不容易我同意下来了 下来我就看 就满脸一直流泪 就看到我 因为他走过巷子嘛 我说 诶 我在这边啊 他就躲进在巷子 他就抱着我 抱着我就痛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噓 不要哭 我就抓着他的手 就从下来 一直跑一直跑 跑离那个酒家好远的地方 然后看到那个机轮车 然后我就拦了机轮车 我就赶快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 就跑回我家 然后一直到我家之后 他一直狂哭 然后我说怎么办 我说 那这样子好了 因为他一定会打电话给妈妈 说你逃跑了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 你们家一定会鸡犬不宁 我打电话叫你妈妈来我家好不好 他说不行 我会被打死 我说那你这样子也不成啊 我叫我爸爸妈妈出面 那时候我爸爸还 在社会上还蛮有地位 那时候我爸爸跟拖鞋很红嘛 我就说我爸爸 白两道都很熟 警察也熟 你妈妈应该不会不卖我爸爸的面子 我就请我妈妈打电话给他妈妈 他妈妈就来了 他妈妈也在哭 他说他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因为他爸爸那时候 跟他离婚的时候 就留了一大笔的债务 现在每天都有人在 他们家就是要追债 我说那你这样也不行吗 你想想看你是月怀胎 你把你女儿送到火坑去 你有没有想到 他被开包的时候 你什么表情 那他妈妈听到痛哭 那我爸爸跟我妈妈就说 你也当想饭的办法啦 那要不然这样子 你的女儿跟我女儿去唱歌好了 唱歌也可以赚钱 那他妈妈就终于想到 好吧 那我明天去跟他道歉 然后去把那个支票还给人家 然后可是我现在这一点生活费都没有 那我妈妈说那你缺多少 那他妈妈手上一个手镯 他说那是他要结婚的时候 他妈妈给他一个嫁妆 那我要把我这个手镯先 放在你这边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三万块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那个三万块 已经很大了 很多 不是现在的三万块 是很多的钱 我妈妈说没关系 那我三万块借你 你玉琢还是拿回去 那你有钱你再来拿 因为你这是永恒的回忆嘛 他说不行 他就坚持把那个玉琢放在我家 那后来呢事情就解决了 那我朋友他们四个姐妹 陆陆续续都有去 有在读书的 有办公办读的 那我那个朋友也去打工这样 赚钱 后来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 那个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那玉琢还在我家 他没有输回去 他不是玉琢不一 他是坚持放在你家 没有啊 他就到现在还是 就是没有 但是我同学后来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他有离婚 他又一直 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络 他现在呢 在香港卖房子 卖得非常赚钱 他一直非常非常地感谢我 当时把他救出火坑 这改变了一个一生 对啊 你知道那个天 如果歪掉了 其实整个人就不归路了 你知道吗 他整个人就毁了 因为我那个同学非常漂亮 而且你自己有工作 你就这样就推掉 你真的很厉害 真的 超义气的 他现在看到我 他也是会流泪 我觉得一定会啊 还会想到那个时候 那个画面是太牛 好好啊 我们相拥的时候 那时候我会好害怕 我怕被围释的脱络 才几岁而已 而且有可能你就被抓进去 就是我人生就第一次 就是把人家从火坑救出来 就是 我就觉得 到现在是超有感觉的 是 很实命的 而且刚刚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其实你妈妈也很 对 我妈妈也是一个好啊 我妈妈也愿意拿钱出来啦 所以我们 我们一 我们一家会 我们是好人 好 好 真的 法人一声平安 哇 太棒了 对对对 好 好 媛媛其实也是曾经帮助过 卖玉兰花的阿宝 帮不出地盒犯到惹了一身心 我们就找了那个石头 他就把车整个弄完烂 我就就拿了最后那个 石头在仪表板上 就这样放一这样去 不能以后 他呢 手牵手才有成人经过 蛤 句句有人和男友和好 究竟帮忙出着他 会沦落什么样的下场呢 下段回来告诉你